由法师带领众人行禅细细感受行走时 专注脚下并在户外打坐 培养大众大自然中听闻觉知 佛光山西方寺日前举办精进一日禅 学员从出坡作物来体会正念修行 到平民感受茶叶在不同时机的状态 味道也有所不同 以茶禅观其为妙之处 法师勉励学员当人在遇到境界时 大脑就会容易又急又乱无法安定 但只要透过禅修令头脑平静下来 同样能觉察自己并专注当下 让身心在繁忙的生活中感到平静和自在 人间新闻美国圣地牙哥综合报道